今天就是會教大家讀一些經典的paper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些研究是怎麼樣演進的 那對我們的神經網路 要怎麼未來的設計有什麼影響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review一下目前為止我們教過的東西啦 那我們教到了深度學習領域三大問題 過度擬核 梯露消失 全中數十八問題 那這三個問題呀我們 就是或多或少有找到一些解決方案 那我們現在開放大家加分的機會啦 好現在有沒有人可以講出過度擬核問題有哪些解決方案的 來誰要講 桌報的算 還有嗎 review是拿來解決過度擬核問題嗎 好像不是喔 他們是生氣的力量 對啊來再講一點 很多方法嘛 我們隨便講一些然後正則化嘛 對不對 正則化啊 然後或者是 Benny size小一點啊 對不對 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增加一些雜訊嘛 或什麼之類的 好 所以 方法很多啦 對不對 啊我們 也不要 叫大家背起來了 就是 你反正前面的課有上嘛 對不對 沒有我這邊就是給大家複習一下啦 就是你到底學了什麼東西你應該大概知道 好那 T2下次問題咧 你們可能仔細最後仔細留下啦 對不對 對不對 用recidual learning 剩下其實都不太重要啦 好也沒有那麼不重要啦 反正之後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一些其他啦 還有一些什麼 Aden啊 之類的方法對不對 好 那全種素食花問題 只有一種解法 先pre-training a model 除非你 你如果 用隨機值 你要嘛就用隨機值嘛 要嘛就先pre-training a model 那 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容易一點 好 那 我們現在 的問題出現了 就是 我們現在想要 學習就是這三大問題我們都解決得了 可是問題是還有一個東西我們解決不了 我們怎麼去design我們的predition function 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 這件事情很 很重要喔 就是 在 最開始我們只會使用 Fully connected layer 的時候 這個問題還算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 整個網路就只有 Fully connected layer 那Fully connected layer的 那個關鍵只有 Number of hidden layer Number of hidden unit 對不對 有幾個 這個神經元 那 越多 他就 實驗能夠實驗的數目有限 你可以試100 你可以試1000 你可以試10000 但就是一個數字在那邊調而已嘛 對不對 好 可是現在我們 交了 convolutional layer之後 你發現變化是不是變多了 第一個你不知道 chrono size是多少 比較好 對不對 然後你也不知道 number filter是多少比較好 Number filter跟之前的 神經元數目類似嘛對不對 可是你不知道 chrono size啊 你看你至少兩個維度的東西要調整 你本來是只要調整 那個hidden layer的 那個hidden unit的數目嘛對不對 類似於convolutional layer的 Number of filter 那現在你還多了 chrono size要調整 所以是不是變得很困難 更何況你現在 又複雜一點你還有 Pooling layer 還有這個 Fully connected layer你要把它 組合成一個網路嘛 所以你現在 現在我們隨便找 你們一個人來講說好你現在請你設計一個 100成深的網路 你們一點一點想法都沒有啊 不知道怎麼疊啊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別人是怎麼做的 好我們把這個東西啊叫model architecture 那這個 model architecture就是 講 Predition function的那一個 結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我們再強調一下Predition function的設計 原則是什麼 反正你現在知道它 它是一個組合函數嘛這個沒有問題 那這個組合函數裡面的所有 函數 都要可以微分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 這個 甚至我們現在又更限縮了 我們手上有的layer也就那幾種嘛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跑掉了 好我們手上有layer就那幾種 就是能夠用的layer就是 反正就是 數出來的嘛什麼 Foly kinetic Dropout 然後那個 飛行運轉換層啊 或者是什麼 COMVolution 或者Pooling 反正就這幾種組合嘛對不對 頂多加什麼Dropout Bench Normalization之類的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要怎麼組合啊 才能夠組合出這個 我們想要的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個比賽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這個比賽啊 這是 這張圖是冠軍模型的 performance 這個數字 這個是classification arrow 數字越低一定就越好 人類 在這項任務的錯誤率是5% 這是一個1000分類的 這個圖像識別任務 好這個現在你已經覺得這很簡單啦 畢竟 這是2010年開始比嘛 比到17年就不比了 好不過你可以想像一下 人類的錯誤率是5%喔 你可以想像 2010年跟2021年的人有多麼的絕望嗎 就他們離人類的 水準有多遠 這是冠軍的數字喔 這不是 這是冠軍的數字這不是 什麼 團隊的平均數值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冠軍 2021年 2020年 2020年的冠軍是 28% 2011年的冠軍是26% 那時候如果有人講說未來 10年之內AI中將超過人類的 那絕對沒有人相信啦 對不對 因為你們大家都知道進步是越來越困難的 是吧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來學 2012年到2017年的冠軍 這幾個網路 到底他們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 那我們首先 2012年的冠軍 Alex Net 這個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 這個大突破啦 這 這片paper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他 有哪些 我們教過的東西是 這片paper發展出來的 有Dropout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 他用relu對不對 我們在這兩個地方都強調了他 好那他其實還不止有這些啦 他用了非常多的方法去做啦 原文在這裡 他被引用幾次了呢 應該有15萬了吧 我們再確定一下 喔12萬 被resnet超過了 這個是 這個 12萬也非常誇張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網路怎麼設計的喔 來這是 他的 整個網路的設計圖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來給大家看 這個 網路 總共就8層升 啊大家不要笑他8層升啊 畢竟那個時代沒有resnet嘛 對不對 所以 8層升的網路就已經沒有那麼好訓練了 而且之前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如果沒有recidual learning的話 其實8層升就沒有那麼好訓練了 對不對 好所以 所以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8層升是怎麼升喔 他的參數是這樣的 首先 第一層 是 convolution 然後接著 convolution 這個convolution的參數是什麼呢 kernal size 11乘11 然後 stride strid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他的 convolution在掃描的時候 每格幾步掃一次 stride等於1的時候就代表你每格像素就掃一次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4的話就代表每4個像素掃一次 好 所以說 然後number filter是96 16 這邊有group group這個參數啊 我們先不要管他好了 就我們先不要 我等一下再解釋group是什麼東西啊 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kernal size tride是11 stride是4 input size是24x24x3 請問一下 他的output size是多少 我們先簡單一點好了 tride的數目是1的時候 output size是多少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我們再強調的是問題啊 這個number filter 96一定就是最後的維度嘛對不對 這可以接受吧 好那 如果今天 input size是24x24 然後kernal size是11x11 請問一下 他出來的output size是幾乘幾乘96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11x11是kernal size 是掃描的kernal size 那不然我們再換個 我再跟大家回憶一下嘛 我們上一節課 input size是28x28x1對不對 然後經過一個5x5的kernal size 出來是多少 是24x24x10 有沒有印象 或者我們再換個簡單 如果你又忘了我們再簡單一點嘛 5x5 的kernal size 少過一張6x6的圖 你們覺得出來會是多少 應該是2x2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24x24 經過11x11的掃描 應該是214x214 有沒有問題 可以接受嗎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 我們後面 我們如果要非常了解這個網路的結構的話 你這個東西就要刻在腦袋裡面 好 可是我跟大家講 有一個東西我之前沒有教 有一個東西叫padding padding就是啊 如果我今天有一張 5x5的圖 然後我被5x5的kernal size 掃過它是不是剩1x1了 這樣很討厭 主要說我未來如果要做 residual learning 那它shape是不是長得不一樣 那是不是沒辦法做 所以有一個東西叫padding padding就是填 填白啊 我看一下後面有沒有教 這邊後面有沒有padding啊 後面沒有padding padding被我刪掉了 好沒關係 我來跟 大家講一下padding的意思就是 我 現在如果有一張5x5的圖 那 我如果希望它output是5x5 那它的size 原始size應該是多少 是不是9x9 9x9被5x5 掃過之後 我才有辦法變成5x5嘛 可以接受嗎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 那我怎麼把原來5x5的圖變9x9 很簡單 就周圍補0 注意但這個補0啊 並不是 是把那個5x5的放在中間喔 放在9x9的中間 所以它 周圍應該是都離2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應該是 兩個維度 然後再接下來 5個維度 然後再兩個維度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才是放中間嘛 那那些周圍的值 我們都通通了填0 因為你不知道填什麼 就填0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padding的意思 所以大家現在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的kurnal size如果是11 kurnal size如果是5 padding是2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Kurnal size5的時候padding是2 因為他必須往旁邊留2格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一個 5x5的kurnal size 你的padding 如果是2的話 你 出來的圖 output size跟原來的圖 就會一樣 因為 你需要一張 9x9的圖 對吧 9x9 減掉5 接下來 9x9減掉5x5剩下 4x4嘛對不對 然後你要放中間 所以你的padding number padding是2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所以你的kurnal size如果是11的話 你的padding的數目是多少 是5可以接受嗎 是5喔 你可以這麼想 11x11的kurnal size 少過一張11x11的圖 他會剩下1x1對不對 所以你總共會被吃掉10個 維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除以2 就是你需要padding的數目 因為你左右上下都要各padding 5這樣的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Kurnal size 本身 並不會 降低維度 假設你有用padding的話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但是接下來 Try等於4這就是關鍵啊 你本來是 每隔一步 掃一次對不對 那你每隔4步掃一次 你的 Size是不是會直接除以4 可以接受嗎 因為你本來是 你想想看嘛 你本來是 你現在有一張8x8的圖 8x8的圖 然後你要用 這個 你就用1x1來掃 這樣比較簡單 因為這樣維度不會損失嘛對不對 好 你如果 Stry等於1的時候 你是不是每隔一個像素 少一次 出來是不是就是8x8 那你如果Stry等於4勒 那 第一格是 少1x11的地方嘛 第二格你要走4步嘛 所以就是 41 不是 51 51的地方嘛 走4步 51 下一個 他沒有91啦 因為他只有8x8 所以說 Stry的數 那所以他最後出來是不是就是2x2的Future Map 可以接受 所以說 Stry等於4代表意思是出來的Size要除以4 好所以 24x2除以4就是56x56 那這個數字變96的意思就是 Future的數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Input Size是24x24x3 Output Size 這一層的Output Size是56x56x96 好注意 Radio會不會降低改變維度 不會 Radio不會改變維度喔 Radio只是把0去掉嘛對不對 LRN這個東西我們還沒教 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打算教了 你把他想成他跟Bench Normalization非常像 他是一個Bench Normalization的前身 但是這個Layer 從Bench Normalization出來以後就已經被淘汰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必要學他了 但你如果看到Paper看到 LRN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這個Layer的話 他應該只會出現在15年前的Paper 那你現在已經幾乎不可能看到他了 所以我們就不教他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Parameter Size是多少 Parameter Size是 11x11 這個沒有問題嗎 乘3 這個沒有問題啊 因為 我們 要convolution的時候我們需要 把每一個channel的全中乘起來嘛對不對 然後96個 filter 所以Parameter Size是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好這邊有個除2 除2是除以這個grouper 我們先把grouper是什麼我們先丟掉 我們等一下再教grouper是什麼好不好 那你要知道grouper會影響我們的prameter size 等一下我就會解釋了 好所以 在我們跳 我們結果先不考慮grouper這個東西 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低層 LXNET的低層 11 4 2 11 4 96 Input Size Output Size Parameter Size 你應該都可以理解了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們要做 Max Pulling Max Pulling 一樣 Curl Size不重要 Stripe Size才重要 所以56乘56乘96 變成28乘28乘96 這樣可以接受嗎 Curl Size跟Stripe Size不一樣 會有什麼好處 他會 會有重複利用到 有一些像素 他會同時給左邊跟右邊用到或上面或下面用到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你 3x3在掃描的時候 你不是這邊3x3然後過來 你如果Stripe也是3x3那就是過來嘛 大家就不共用 可是這邊有一些東西他在Stripe等於2的時候他還是會用到 他在下一個Curl的時候還是會用到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特徵會重複運用 好所以 D D 這樣子 是一層喔 注意這樣是一層喔 為什麼這樣是一層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 4個Layer 但只有一個Trainable layer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樣是一層 這是LXNet的第一層 LXNet的第二層呢 接著他在經過一個5x5的Curl 的Convolution layer Stripe等於1 所以這個維度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96變成了256 Primatur size呢 5x5x96x256 好可以接受吧 Grooper一樣 Grooper被我們去掉了 這樣的Primatur size在這裡是17 17 這裡是30萬 這代表是這一層的Trainable Number of Primeter是多少 可以接受吧 Max pooling之後 Convolution Radio 這個 Convolution Radio 3x3 那他的Primatur size 88萬 66萬 44萬 E10類推下來 所以你發現了LXNet他怎麼設計的 他跟我們第一個學的那個網路是不是很像 我們第一個學的網路是不是兩個5x5之後在FoldyConnectic 那這個網路變成 先11 然後再5 再3 好多個3之後 Max pooling 直接變成 6x6 乘56以後 直接做FoldyConnectic 所以你從LXNet的設計你覺得整機神經網路是怎麼設計的 好 首先 有幾個原則我們記住喔 Convolution先做嘛對不對 因為這是圖 所以我們要模擬我們的四神經元初級四神經元 所以你需要Convolutional layer在前面這樣可以接受吧 Convolutional layer在前FoldyConnectic layer在後 好 Convolutional layer 的Kernel size 由大到小 對不對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Kernel size 都是 激素 為什麼是激素勒 因為跟padding有關係 如果你想要padding 你的Kernel size最好就是激素 你想一下 Kernel size等於5的時候 然後 他的padding多少 2對不對 Kernel size等於3的時候padding是1 所以你應該會有注意到 因為他左右都要留白 所以Kernel size一定要是激素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 由大到小 Filter數目呢 由小到多又變少 很奇怪但是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接著就FoldyConnectic了 對不對 FoldyConnectic就比較容易理解 他就是一般的神經元 好 這樣的一個網路 你記住了喔 如果以後有人問你說 這個 LXNet 他大概長成什麼樣子 你大概要講得出來 他是一個8層深的網路 前面5層是Convolutional layer 後面 3層是FoldyConnectic layer Convolutional layer Kernel size由大到小 Filter NumberFilter由小到大 原則啦 那 至於這是96還97 要講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你應該感覺得出來 對不對 好 那 記住了這點以後 這就是 基本的神經網路的架構 這樣可以嗎 好 還有一點我們需要學的啦 group是什麼 group在這裡 正常的 Convolutional layer 是 我們假設前面有11個維度 我們這一層 就吃前面的 我們 這一層在內積的時候 前面12張圖我都要同時看到 好這12張圖裡面 有一些圖是辨識 手在哪裡 有一些圖辨識 腳在哪裡 有一些圖辨識 眼睛在哪裡 有一些圖辨識 鼻子在哪裡 好這樣先聽得懂吧 綜合以上資訊之後 我找出臉在哪裡 好這樣聽得懂 group convolution的意思是 我這個 convolution 在找 特徵的時候 我只用前四個 這樣我就分成三個group 紅色的用1到4 綠色的用5到8 黃色的用9到12 那如果 假如 假如紅色是要 找臉的 那我是不是就希望1234裡面是鼻子眼睛嘴巴 耳朵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綠色的是要找 手 那我是不是就希望這裡是手指 這裡是手掌 這裡是手臂 類似 以此類推下去 那我問一件事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了解了group convolution跟standard convolution 的差異之後 請問一下 剛剛這樣講是不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況 我紅色的要認臉 臉剛好就在前面1到4 有這麼剛好的嗎 問題是這樣子喔 你們聽懂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第一個 有這麼剛好的嗎 回答是或不是 不是所以group convolution不能用 有沒有人認為就是有這麼剛好 那一樣你回答有這麼剛好的話你就要回答為什麼 沒有人覺得就是會這麼剛好 沒有人覺得就是會這麼剛好 沒有人覺得我就是會這麼剛好 好我要跟大家講答案了 答案是就是會這麼剛好 為什麼 為什麼 你這些在隨機出史職的時候有人規定 有人規定他要看什麼嗎 沒有人規定 可是你結構設計人這樣之後 他自然就會去 學習他該學的東西啊 那你說 我怎麼知道紅色就是看臉 綠色的可不可以看臉 可以看臉啊 綠色當然可以看臉 綠色的 綠色的當然可以看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綠色的 綠色的 他如果是 如果你權重出史話之後 他覺得 應該要讓綠色的看臉 讓紅色的看守 這兩個網路本質上是全相等的 我就只是把綠色的參數跟紅色的參數互換而已啊 他們輸出的結果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group convolution 是可以用的喔 你們有聽了我的意思嗎 啊group convolution有個好處喔 他可以讓參數變少 為什麼呢 因為這 紅色的圖他只要吃前面四張啊 如果你的group的數目是3 你本來要吃12張就變成只要吃4張對不對 所以你的權重 會出於group的數目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group convolution 是 這樣子 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這樣大家應該聽得懂了吧 好 那group convolution 為什麼lxnet要用group convolution呢 我們以前為什麼都沒有教這個東西呢 主要原因是這個樣子 group convolution有個好處就是 我在計算的時候 要的記憶體比較沒有那麼大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 在lxnet 他是2012年 2012年的顯示卡 我們要做 combolution layer 一定是用顯示卡 這樣可以吧 他的顯示卡 你覺得 顯示卡能夠有多大的 GPU RAM 當然不是很大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 為了妥協他就只能夠用group convolution 這樣可以 那是妥協的結果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lxnet 實際上的網路結構 你如果 他基本上 是 L1net L1net是什麼 就是我們前面做那個 手寫數字辨識的 那個 手寫數字辨識的那個 結果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parameter size 主要集中在哪 你仔細看喔 右邊是他的 左邊他的parameter size 右邊是他要計算幾次乘法 因為矩陣 矩陣運算是要做乘法 乘法跟加法可以接受吧 乘法還是主要浪費運算資源的部分 你們可以感覺乘法比較難做 對不對 加法我們就直接忽略了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左邊是 Number of parameter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你看喔 Covulution layer 35k 30k這樣加起來多少 大概33k對不對 330k 再加841.3 million 然後440 這樣加起來 其實 大概不超過3個million 可是你看這裡 總共花了幾個million 非常多個million的參數對不對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 這個網路設計出來之後 你現在回到2012年 你看到冠軍 團隊如果你在參加剛那個競賽 你看到冠軍團隊 提出了一個 LXnet 狂虐所有人 那你一定就想抄嘛 對吧 那你想抄你就要想說那我要怎麼去改進這個LXnet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怎麼改進呢 我們來看看他的缺點 第一個 他應該說他 先有哪些優點我們先學習 第一個radio嘛對不對 這個好這個好用耶這個我們好好學起來對不對 第二個 Dropout 這個不錯 Overlap的max pooling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Stride Number of stride 那個 Stride size跟我們的 Ctrl size是不一樣的max pooling 接著 數據增強他有做些什麼 旋轉 翻轉 縮放 ZCA白化 這些有的沒的 就是讓我們的圖 你的顏色改了貓還是貓啊 這樣聽得懂哦好 使用GPU 在那以前幾乎沒有人在用GPU的 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下NVIDIA的股價的話 你會發現2012年以前跟以後是差距非常大的 因為在那以前GPU都是拿來打遊戲的 當然還有就是還有挖礦 2012年以前比特幣也不怎麼紅啊 所以你看NVIDIA的股價在那之前跟之後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那 好 當然他提出LRN但是已經被 已經被那個取代了所以我們就不理他了 好你會仔細研究的話你會發現LXNET幾乎沒有技術上的創新啊 比起LENET 好所以下一步我們是我們要怎麼改進他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改進他 這是2012年 做完了之後2013年大家幾乎都在 好好研究我要如何去做卷基層經網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著新加坡大學的團隊啊 這篇paper 這篇paper是一個小paper 小paper就是在 整個 2012年到2018年這段期間 這段期間是深度學習超級大突破的期間 這段期間有非常多了不起的paper 發展出來 引用次數 動不動都是 10萬 至少一個5萬 那Networking Network 這一篇paper 他是一篇小paper 引用次數也是很嚇人 7000多 這個如果國防醫學院有 有誰可以 發一篇paper被引用7000多次 那也是很了不起的 雖然在那個時代來講 做這個領域的人來講 這個7000多不算什麼 可是他還是很有影響 他做了什麼 他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注意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很重要 就是 我們在做卷機神經 卷機網路運算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種線性轉換 而這個你們應該聽得懂吧 他卷機網路跟卷機層跟Folding Connected Layer 本質上是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 線性運算的層可以接受吧 那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有沒有可能把Linear Convolutional Layer改成 Nonlinear的 Convolutional Layer 我的卷機 我本來卷機是這邊 5個 這邊有5乘5個數字 然後我就跟5乘5個 kernel size 做內機 內機出來的結果就凹抗了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改成這個樣子 我改成 5乘5的 kernel size 拉出來之後 我先做 MLP 就是我們多層感知機 做完了之後 我們再 把他輸出出來的結果 把他當凹抗 那這樣子的話我這邊是不是做非線性 非線性運算 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你們覺得右邊的比較好還左邊的比較好 你們覺得右邊的比較好還左邊的比較好 猜一下嘛右邊的比較好還左邊的比較好 右邊的比較好好 對 右邊比較好 那 右邊要怎麼做呢 右邊感覺就很難做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們講 這個實現起來其實很簡單 你們現在仔細想就好了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前面有5乘5 那我被convolution 我convolution layer做完之後 他會變成多少 他的information是不是被 聚集在1乘1裡面 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那他 Number filter可以有幾個 假設有10個Number filter好了 原始一張 28乘28乘1的圖 就是手指數字辨識類似這樣 經過5乘5我們就只看5乘5掃到那個地方 經過5乘5的東西掃過了以後 如果Number filter是10的話 我們只focus在那一格的話 他是不是初來變 1乘1然後有10個 數字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現在是1乘1 那有幾個1乘1 有 24乘24個1乘1的然後乘1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我們做完非線型轉換 運算之後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用一個1乘1的卷機盒 去看前面10個 1乘1他就只會看 Number channel那個維度嘛對不對 等我一下 好就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剛說我們的 Input size 我們有10個 10個 Futual Map嘛對不對 如果你用1乘1的卷機序下去撿的時候 他會不會看到旁邊的東西看不到對不對 他有看到剛剛10個對不對 你可以接受嗎 聽得懂我意思吧 那這10個如果 他的output是 一維 就是他 他把10個卷成1 那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原始的5乘5 原始的5乘5的 那 那些參數喔 他是不是先經過一個 類似Fully connected的東西 他內積嘛 內積完了變10個數 然後非線型轉換 然後再經過一次內積 變一個數 這是不是就是 MLP啊 這就是多層感之機嘛 這就是我們原來說的那個 原始版的那個神經網路 原始版神經網路是什麼 就是你Input size假設是25好了 然後你要經過一個隱藏層 隱藏層可能是10 也可能是20 隨便你 對不對 然後再 output再一個 output再一個 再經過一個 那個 飛行型轉換 再Fully connected一次 之後出去可能是1嘛 所以 我想我不確定大家 對我現在講話理解有多少 但大家記住一件事情 你可以只記得結論 如果你想要用右邊的東西 難度其實不高 你就是 5乘5卷機卷完之後 你就給他堆疊1乘1的卷機盒 這樣就相當於在做非線型卷機 就是 1乘1的卷機盒 他本來 應該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跟我們的四神經元的 邏輯是不一致的 我們四神經元是在抓什麼東西 抓某一些 圖片 對不對 抓某一些 他總是要有什麼右上到左下門 如果1乘1他要看什麼 他看像素應該是沒有東西可以看的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啊 這篇paper 他提出了network in network 以後他就把 1乘1的 卷機盒引入了 1乘1的卷機盒也是有用的 他可以拿來做非線性卷機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接著啊 1乘1的卷機盒做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 人家2014年2014年又有一個大突破 就是有兩個團隊我之前有講過了 也就是 這個 牛津大學的團隊他們是跟DeepMind合作 當時DeepMind還沒有被Google買去 好 那他們 做了一個網路他們拿到當年的亞軍 他們做網路長成什麼樣子呢 就是他們覺得 這個 最困擾研究者的問題就是如何設計卷機神經網路 你現在想想看在他們做的時候之前 他們只知道什麼 知道AlexNet對不對 那接著他們知道 Network in Network 他們知道1乘1的卷機盒是有用的 可是有困擾啊 一開始用11乘11 接下來用7乘7 後來用5乘5或什麼的 啊什麼時候要用11乘11什麼時候用5乘5啊 是不是很麻煩 很麻煩嘛對不對 所以可是他們想到了一件事情 你看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原來是5乘5 我經過一個3乘3的卷機盒會變多少 3乘3對吧 我再經過一個3乘3的卷機盒會變多少 會變1乘1 所以 3乘3可不可以等於一個5乘5 很像 不全等於 但很像 很像嘛對不對 那我這樣子還需要 11乘11或還需要5乘5嗎 因為11乘11那可以換成幾個3乘3 11乘11可以換5個3乘3啊 你過第1個33變9乘9 再過第2個33變7乘7 第3個5乘5第4個33第5個1乘1可以接受嗎 所以 你可以讓他變成 很多個3乘3的組合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們 就了 所以如果你了解到這一點以後 你就會發現 那其實整個神經網路只需要 3乘3跟1乘1就夠啦 聽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設計起來是不是簡單多了 我們本來是 我們本來是 有一堆 就是有很多primeter要調整 我們也不知道KernoSize是多少 更不知道TrackSize是多少 更不知道 Number of Filter要設多少 那現在反正我就疊很多3乘3這樣就可以了嘛 因為疊很多3乘3的效果跟 1乘1的意思是一樣的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你了解了以後我們來看他做了什麼實驗 他做了一個實驗就是 這邊 A網路到E網路他總共做了6個神經網路 這6個神經網路分別是 一開始input都是224乘24 接著過一個convolution之後 Max Pulling然後再convolution 這個3的意思就是KernoSize是3的意思 然後一直往下 然後到最後一個convolution之後就Max Pulling Fordy Connective Fordy Connective 後面三層跟AliceNet完全一樣對不對 好 所以A跟A A plus 差別在哪裡 這邊有個LRN 可以接受嗎 這邊有個LRN 那 這兩個 他相比之後 發現 他相比之後發現 A 跟A plus 比起來 A的網路 Performance 效果還比較好一點 所以LRN就被淘汰 RollN就前面我剛講LocalResponse 那個 Layer Normalization layer 好那接著 B跟A比起來他多了什麼 多了兩個3乘3 這樣可以接受嗎 C跟B比起來 多了3個1乘1 那在D比起來 1乘1換成3乘3 那 E跟D比起來多了3個3乘3 所以你這樣了解他 他到時候要比Performance的時候 如果C比B好代表什麼 1乘1 有用 對吧 如果D比C好代表什麼意思 3乘3比1乘1更有用 如果E比D好代表什麼意思 越多3乘3越有用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吧 他們設計這個實驗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好我跟大家講 結局就是 E大於D大於C大於B大於A 這就是結局 所以說 他得到了這三個 他得到了這三個結果 這三個conclusion 這三個conclusion對我們未來設計網路很重要 第一個越深的網路就越好 那前提是你有辦法訓練他 因為這個時候還沒有residual learning 第二個 因為他發現C大於B 所以說 1乘1的卷積核也不錯 這跟前面的那一篇研究結果是一樣的 第三個 A plus沒有比A好所以LRN沒有用 好這個大研究 這是一篇大研究 這篇paper 他得到結論非常strong 我們來看一下被引用幾次 9萬沒有10萬 但也不少 好所以大家記住這篇paper的結果 這篇paper雖然只得了第2名 但是他告訴我們的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這三個 三個conclusion 第一個網路越深越好 第二個1乘1 卷機 提升效能 第三個LRN可以丟了 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再也沒有學LRN了 好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 後面的如果你前面那篇paper你看完了以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後面的人要怎麼改進他 LXnet 經典 神經網路三大問題我們來看怎麼解決 就第一個 就是 他權動出實話問題沒有解決 因為 ImageNet 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 Database 第二個T度消失問題 他沒有 他使用飛行機轉換函數 那8層升 到現在即使VGGnet 19層升那也不重要 接下來過度擬核問題 整個網路代理函數6100萬 ImageNet 只有130萬的訓練資料 訓練資料不夠 所以他做了很多資料擴增跟避免過擬核問題的方法 還有設計Drove-out 好這個是LXnet 當時做的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有什麼缺點 他的缺點是 剛有發現 大部分的Parameter 都集中在全連接層的部分 但是這是什麼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結果大部分的Parameter在 Floy Connected 到底還叫不叫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好像不太叫對不對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要捨棄全連接層 我們等一下來看這篇PAPER 這篇PAPER叫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 再看一次 飲用次數 48000 奇怪 這是冠軍的網路 2014年的冠軍 2014年的亞軍 飲用次數現在比2014年的冠軍還要多 原因是這個樣子 2014年的冠軍 提出來的東西 沒有那麼的 就是跟前面的conclusion比起來 他的 那個 結論沒有那麼的 犯用 等一下我們來看2014年的冠軍到底做了什麼事 好 那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篇PAPER來做什麼事喔 好這篇PAPER 要注意件事因為 這篇PAPER在做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看到VGG NET他們團隊做的結果 前面那篇PAPER 雖然是亞軍但他告訴我們什麼事 除了3x3以外剩下的都不要了 真的是很重要喔 因為 如果沒有這個conclusion的話那以後設計網路會很麻煩 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要5x5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 這個7x7啊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Google 他們是怎麼 他們雖然奪冠了但他怎麼解決 這個就是 怎麼解決就是你不知道Kernal Size要多少這個問題 他怎麼解決呢 他 設計一個很複雜的網路通道 我們把這個叫Module 這個他給這個網路取了個名字啦 叫Inception Module 這個 他為什麼選Inception這個你不用管他 反正他就喜歡這個名字 你以後 發明網路你也可以取一個自己的名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做他這個Module就是 你的Layer進來之後 我先把我先 我讓他一部分 做1x1 卷機 一部分做3x3 一部分做5x5 一部分做Max Pulling 然後接著再把它 Connect起來 怎麼Connect呢 用Dense Connection那種方式 Connect 就是直接Combine 你本來有一張3x3x7 然後一張3x3x20 3x3x8 你就把它全部疊起來 變3x3x3 加 20加8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把它疊起來 上下疊起來 就這樣而已 好 這樣的Module 設計邏輯在於 因為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1x1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3x3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5x5 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Pooling 所以就把它全部疊起來 還記不記得剛剛grouper grouper的部分 他說什麼 grouper的部分 grouper的部分他說 我們 分開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反正 反正這個 反正這個分開也 就是 你分開 設計 他不互通 到時候 在training的時候 網路就會自己認為說 這個就是要看什麼 這個就是要看什麼 這個就要看什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分開去做 他是可以的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他在做的時候 他還 因為前面那個network in network 這篇 paper 已經發表了 所以他知道 1x1的卷積盒是有用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當然1x1跟1x1就不用自己疊了 沒有用 但是他可以把1x1跟33疊起來 1x1跟5x5疊起來 3x3的pooling跟1x1疊起來 他把它 改成這個樣子 他把這個擴展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完整的 Inception Module 2x9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網路 這個網路還是要好好學哦 因為這個網路 有很多 值得 有很多地方 很多思考值得我們去學習 好就是他原始的 Input Size 是長這樣 28x28x256 你說為什麼是28x28 因為這是中間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 Number parameter 如果你需要128個 那個 Number filter的話 這樣總共要幾個 parameter 有沒有人要算給我聽的 沒有人嗎 沒有人 好那我們來算 你的Input Size 256個那個 Number Future Map的數目嘛對不對 所以你每一個卷機盒 1x1的卷機盒 你要去往前吃256 可以接受吧 256張圖我都要看 所以他 需要1乘1乘256 128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邊需要1乘1乘256乘128個參數 3乘3的勒 3乘3乘256乘192 因為這邊Number filter是192 依此類推 這樣總共有幾個代理參數 6 9 6 3 2 9 好 那輸出的大小是28乘28乘672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因為他是 疊起來 所以剛剛Input Size是256 你這樣搞完之後 因為是疊起來所以就672 那你對下一層來講他的 代理參數是不是前面這256就全部都要變672 所以他膨脹非常快喔 代理參數的膨脹非常快 代理參數多是不是就不好 因為你就需要更多Sample啊 這樣可以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他做了什麼事 你看他做了什麼事 他先用1乘1去做 他1乘1這裡 他這裡還是128還是192還是96 所以他最後輸出的結果是不變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前面他如果先過一個64的話 這樣這裡的參數是多少 1乘1乘256乘64 對嗎可以接受吧 那這裡呢 3乘3乘64乘192 所以他看起來有2乘生 可是他的Number parameter 總共加起來就只剩下34萬 是剛剛的一半 他在利用1乘1的卷積核去節省參數量 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問一下 如果 1乘1的卷積核 節省參數量這麼好用 那你有沒有發現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這個 64這個數字對不對 也就是 1乘1的卷積核的Number filter 如果我把64改成1 那是不是更省參數 可以改成1嗎 來請大家回答問題可以或不可以為什麼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來博士生要不要講講話 可以可以還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可以 不知道好我來跟大家講 你要這樣想 就是 你把它換成1的話好處就是參數很少對不對 壞處是你想想看剛剛所有的資訊 都要被整合在一個數值裡面 這樣資訊是不是會損失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壓縮但是你不能壓成這個樣子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這本質上是在做壓縮嘛 你剛剛每一個 你剛剛有256張特徵圖 你把它壓縮成64張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總是訊息壓縮成1 4 這個可能還可以接受 你把它壓到 剩一個數字 那你告訴我說他還還原了回去 那這個就很困難 所以說 大家要注意件事情 你在用1乘1的卷積核 去 降低參數消耗的時候 本質上你在做壓縮 可不可以壓縮可以 但是不能壓得太誇張 你壓到無法還原 那當然就是 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通常 你用1乘1的卷積核去做壓縮的時候有一個原則 最好不要壓 小於1 4分之1 1 4分之1就極限了 之後幾乎所有的網路都follow這個原則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個結論你要記住喔 好 這樣這篇 研究啊 你會發現他理工次數比VGGnet少 原因很簡單 他的創新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你看他 他創新的什麼地方 可以用1乘1的網路 卷積核壓縮 這個前面那篇就已經講了 對不對 第二個 他說多通道設計 這個多通道設計 好用是好用 可是不優雅 就是 你不覺得這樣整個神經網路變得很 很複雜嗎 對不對 優雅度不高 你不覺得VGG更優雅一點嗎 VGG不是說 好你不要再搞東搞西了 全部都用3乘3就對了 反正兩個3乘3等於一個5乘5 對不對 那你就不要想了 跌就對了 所以VGG比較優雅 所以說這個 雖然 孤攻團隊在2014年拿冠軍 但是 他的營用次數比較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Google團隊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 資源多 厲害的工程師也多 所以只要人家敢發表就一定超得了 那 所以他看了VGG的結果 那個 DeepMind的團隊的結果 對不對 甚至他還把DeepMind買過來 所以他馬上要開發出 Inception V2 V2 的Net 這Inception V2的Net 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們 他們本來是這樣的網路結構 對不對 他們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5乘5就是兩個3乘3 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網路改成這個樣子 5乘5改成3乘3乘3 和3乘3 聯合 這樣他們的Inception module是不是就改進了 可以接受吧 又做了改進 等一下 那3乘3就等於一個1乘3和一個3乘1 這個有點走火入魔了 那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網路改成這個樣子 把3乘3再改成1乘3跟3乘1 然後這裡3乘3再改成1乘3跟3乘1 把他改成了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就Inception V2跟V3 好那注意件事情喔 他們中間還有發表Bench Nomization 所以要把他用上去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Google拿到2014年的冠軍了以後 他們做哪些事情 並購DeepMind 把第二名的團隊也並購下來 然後加上 加上他們做了好多參數實驗 並且提出了Bench Nomization Bench Nomization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網路拿去比2015年 的比賽 結果得了亞軍 為什麼呢 因為冠軍就是我們的那個Microsoft的那個團隊 提出Residual Learning的那個團隊 因為亞軍的網路只有30層層啦冠軍有1000層 阿戰 這個 大突破是 大突破不是用併購來做出來的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大突破 會是哪一個天才做出來的 你沒有併購到那個天才那就是沒有用 對不對 好那個 這個研究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就不講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他設計的網路非常簡單 就是 1乘1跟33的組合而已 所以他是based on VGG做的喔 Inception Net很厲害 可是他沒有用 好那 所以說後面 Residual Net出來之後 後面就Dance Net 這個我們也教過了 那這些都是有效能夠提升 網路能力的一些 大網路 好這裡我們就 我們基本上 要做summary 就是這是一些經典神經網路眼鏡 我們從剛剛2012年的研究看到現在我們到底得到哪些information 好第一個 總參數量相當的狀況下 網路深一點比較好 如果總參數量是 相當 深就一定要窄 錢就一定會比較寬 寬的意思就是Number of filter 比較多 那深 就是你每一層 你有100層深 每一層的Number of filter 都只有100 和你只有10層深 每一層的Number of filter 是1000 然後那個前面的比較好 深的比較好 第二個 1乘1的卷積核很好用 好用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非線性 第二個 壓縮參數 本來如果你 單純從生物學的角度 1乘1的卷積核是沒有用的 那你 只看一個像素是怎麼可能 只看一個像素從邏輯上就覺得他沒有用 但他在數學上沒有用 好 第三個 整個網路可以 Module的形式在 中間循環使用 像Inception Module那樣子 這樣網路深的時候才會 方便嘛 不然你網路深的時候很難擴展 好接下來 Module跟Module之間一定要用 Recidual Convention 或Dance Convention 這個可以理解吧 好接下來 整個網路盡量都使用卷積層 不要使用Foli-Cognitive 到了最後一層再使用Foli-Cognitive就好 接下來 網路的特徵數需要由層數堆疊有少之多 最後 這個sequence 這個我沒有教到 這個我沒有教到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教他 這個我等一下找一下他在哪裡上到 我們等一下再來教他 好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到2017年的時候 這個 就是 這個 SENET就是最後這個網路 這個網路 出來了以後這個 幾乎圖像辨識這個任務啊 就幾乎已經被神經網路攻克了 現在 我們剛剛講人類的錯誤率是5% 在2011年的時候 冠軍是26% 當時沒有人認為 10年之內 AI中將超過人類 結果2015年就已經降到3.5% 那2017年就已經降到2.5% 現在圖像識別 AI比人類強這已經是常識了 在2017年的時候 大家都還不敢相信 AI講話會比人來的強 現在你們已經覺得是常識了 所以這個 進步真的是非常快 那目前的進步都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步 幾乎 那個 真的就是網路大 然後事情就解決了 好我們現在要來做練習題啦 練習題到底是什麼勒 就是請你 把 resigunate 18 18乘生的就好了 不要虐待自己18乘生的就好了 把它下來下來 然後 這個 網路的運算過程我們 上一節課已經demo過了 我們上一節課demo過了就是 如何 讀一張圖進來 然後你把預測它是什麼 這樣子已經做完了對不對 好 請你看著這張圖 這張圖是 resigunate 的 architecture Input data進來之後先 進行bench navigation Bench navigation完之後勒 7乘7的convolutional Layer 然後 2乘2的stress size 然後64個number filter 這個 接著 Bench navigation 接著那個 relu 接著pooling 3乘3的 coron size 2乘2的stress size Bench navigation relu 接著勒 1乘1的 convolutional layer number filter 64 然後這個是一個 這個 3乘3 1乘1 的stress size 然後再兩個 兩個3乘3 疊起來之後 兩個 加起來 注意這邊是加起來 以此類推下去 這邊直接加 這個input 直接加上output 這是不是就是resnet的結果 這裡是不是就是resnet的結果 過了之後再來 過來再resnet 過來再resnet 注意為什麼這裡 不resnet 因為這邊是2乘2的stress size 所以維度會改變 所以他這邊 也是2乘2 這兩個相加 這兩個維度才一樣 他才有辦法加起來 這邊很長 我想要跟大家講 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看一下後面的事喔 你直接 貼後面的也可以 前面這個網路 如果你可以看的話 你可以直接 寫出他的architecture 這樣最好 我這已經寫出他architecture 你可以學習一下 你可以了解一下 前後對照看一下 我希望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前後對照一下 我們6點的時候繼續上課 那你把這個東西寫完了以後 他會得到 softmax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把 網路的最後一層 取代掉你剛剛寫的那個architecture 取代掉如果你完全正確 就可以預測出來 如果你只要中間有一點小錯 就沒有辦法預測 不信你這邊隨便把一個數字 從 從什麼 這邊 COMPULUTION 對不對 這邊64你隨便改65 這個網路就沒辦法動 所以你這個東西要全等於這張圖 他才有辦法運算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想給大家練習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了解到 現代深度神經網路 他的具體結構長什麼樣子 好那我們把時間給大家 好那 這一題就是 這個要寫出來我想20分鐘不可能 這個 重點就是讓大家知道 大網路的 架構市場是怎麼樣子 這邊中間有很多東西 他其實是可以用回圈去做的 因為他是有一些循環結構的嘛對不對 不過 就是為了就是讓你看起來就是更清楚 我們是不是沒有用回圈去 寫這件事情 那 你只要知道就是你如果要做一個18層深的網路 雖然說現在技術上 難度不高 但是你看你要寫的程式碼 行數也是不少 對不對 那 你如果稍微試過的話你就會發現中間你只要有一個東西 寫錯了 那 你整個字跑不起來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就是我們在學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是 這些這麼 detail 的東西我們都學那麼清楚 就是因為 這個 現在要訓練一個深度成績網路 說簡單 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 你如果大概了解他的那個 講什麼樣子的話 那其實 很多東西都程式幫你做了嘛 人家微分也不用理解啦 對不對 優化也不需要你做 那但是 如果你 對這個 有一點點的 你不會算他的什麼 這個 output size 或什麼的 他就做不出來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剛練習完其實還有一個練習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做什麼 這個 我希望一樣給大家大概20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大家如果前面那一題的你還沒有感受 好的話你可以再看一下 這題是做什麼呢 我們剛剛不是說InceptionNet嗎對不對 好這邊有一個InceptionNet的檔案你可以下載 下載完了以後啊 你會發現 他裡面的layer這個getInternal 這個我們前面用過了嘛對不對 我們不是 就是要抓他中間的那幾層的時候我們用過 好你可以把他中間的 這一層 這是 InceptionNet的這個 InceptionNet全部的這個 網路你應該怎麼做啦 這邊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InceptionNet在 丟進去的圖 他必 做過這樣的前出力 出來的答案才對的 如果你沒有經過這個前出力的話他是沒有辦法 這個 做出一樣的預測結果的 好 那我現在想要跟你們講的是請你們試著做出這件事情 就是 你們把 Pooling Layer的Output2跟 這一些層的網路全部都抓出來 然後 把他 運算過了以後 那你應該會得到Input Check1 Check2跟Check3 Output 好 CheckInput到Output 他怎麼去經過的請你試著 做做看 請你試著看看你有沒有辦法去把他做出來 好你如果你要怎麼參考了你要參考這裡 你要參考這個網路 結構 好一樣啊我相信就是20分鐘你要做出來我覺得應該是非常難 所以我在這裡啊我希望大家 看一下我們練習2的答案 讓了解convolution怎麼做的 convolution的detail 的R語言的 運算你是這個做的 我在這邊展示給大家是先內積啊內積之後 那個 就是 乘法之後加起來 就是這個convolution 然後接著 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Benchromation 實際上要怎麼說減掉平均除以標準差嘛對不對 除以 開根號的 Varance 乘以gamma加上beta 然後在 Pooling是怎麼做的 啊這樣全部都做好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照著這個東西 把它 算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們 了解一下這整個過程 那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就是 大網路他 實際上是 裡面 這些東西怎麼去運算 好不好一樣就是大家貼貼然後20分鐘就6點20分的時候我們繼續 好那 我想就是練習二就是我也沒有必要再貼給大家看一次了就是這個 結果大概 就是大家回去自己看好了 那 呃大家只要知道 我現在跟你講了就是這個網路結構長什麼樣子 那 有沒有辦法 這個印象就刻在你的腦袋裡面這個就靠自己努力了啦 這個只能只能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我們今天大概就是還會再講一些 呃就是 目前我們大概把 呃就是 發展大概講到了2017年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2017年 現在那個時候圖像辨識的網路已經非常強了已經達到人類 人類水準以上了 那 還有什麼缺點 好當時的人們 主要覺得的缺點在於就是那個網路實在是太大 就是你可能需要一個就是 幾 呃就是上千萬的參數啊甚至上 上億 那你才可以運算你才可以就是給出一個就是 呃不錯的結果 好當然你現在會覺得這個 參數量一億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TRAWGTT 有 多少 它的Version3 你們知道 他們那個就是剛出來的那個TRAWGTT 不是不要看Version4啦 剛出來那個 參數量有多少 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嗎 如果上網Google的話是1750個b b就是billion的意思 所以前面你看那個什麼 1000層升的residual net 參數量 有多少我們來看一下 參數量參數有多少 這個網路已經是最大的啦 這個有多少參數 也才 也才1.5億 對不對 跟TRAWGTT 比起來簡直不只一體啊 好不過這個我想 表達的是這個是 圖像辨識和語言的差距啊 圖像辨識 比起語言還是簡單蠻多的 所以用的參數量可能只有萬分之一 雖然萬分之一就已經非常大 可是啊大家還是很有興趣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啊參數量減少一點 那他的performance 是可以 一樣維持的還不錯 那這個 這種網路叫輕量級網路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啊這張圖的 右手邊 這個圖圓框 圓的大小代表他的參數量 X軸是他需要做幾次乘法 Y軸是他的accuracy 那你會發現大概會有個趨勢啊就是 參數量 運算量越大 那performance就越高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可是你應該可以注意到有很多網路啊他 運算量不大 那準確度也不錯 那我們的關鍵就是我們要 怎麼樣去學習那些 這個準確度 好但是 參數量又不大那他們怎麼設計的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把我們網路的參數量減少 對不對 那 網路參數量減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本來運算一張圖片假設 假設要一秒的話一秒已經很快了 那你們覺得可以做自動駕駛車嗎 可能沒有辦法 你知道時速100公里 一秒鐘可能就已經跑不到多遠了 對不對可能3公尺啦 真不止啊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 你絕對不可能 每3公尺或者是每5公尺 然後 做一次AI判斷嘛對不對 那我看 那我看鐵定就要撞車了嘛 所以說 這個 如果可以的話 在某些情境之下 他可能會 需要 可以準確度沒那麼高 但他 那個 就是他的運算量要小 假如說以自動駕駛車來講 理想上 至少 1秒鐘也要測個 也要運算出至少5到10次結果 對不對 1秒 這個差不多跟人類的反應速度差不多了嘛 可以接受 好 好所以說 我們就 如果你想要1秒鐘變10分之1秒 你的參數量就要剩10分之1啦 好這個 這個眼鏡我希望大家 就是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 呃 語言模型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語言模型都非常非常大 但是 很有可能 未來的大概 也許就 3到5年 那語言模型 也可以 透過不斷研究語言模型也許也可以找到 呃參數量 稍微少一點 但Performance不會降太多的 模型啊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就是 大概他就會變得比較好用了 不然現在是非常難用 就現在 就是根本沒有辦法training 好那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呃 輕量模型是不是真的就 比 就是那種 大模型來的好 不見得 因為在很多情境之下 準 比起快 重要更多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在 醫院就是一個例子 對不對 你有缺那2秒嗎 對不對 打個報告 等個10分鐘也是很常見的事啊 那10分鐘都是你特別打電話去叫人家幫忙你看的對不對 那 講真的 等個幾秒對你來講根本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說啊這個 就是 即使是real time的那種 monitor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假如說real time的ECG好了 ECG monitor 然後你還要去detect 這個病人VT 什麼時候VT VT VF 你要叫 對不對 晚10秒叫會怎樣嗎 也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可是如果說 半夜的時候 他叫了起床 結果你發現不是 那你就能幹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在某些 在我們的領域 就是 輕量級網路我只會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知道這個概念就好了 但是我個人認為在醫學領域裡面 就是準度遠遠比速度重要太多了 就很多時候 不要講晚個10秒 晚個1分鐘都不會怎麼樣 就是 這個 也沒有那麼緊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人家是怎麼設計網路的 大概了解一下 還是要了解原因是因為 說不定 某一天那個語言模型 就可以 小到讓大家可以訓練啊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InceptionNet 他其實是你如果看這張圖啦 你會看到GoogleNet就是InceptionNet 還有這邊有好說 Inception V3 Inception V4 對不對你會發現 左上角的網路幾乎都是Inception系列 對不對 可以看到了嗎對不對 那 InceptionNet為什麼 參數量小 準確度高 準確度高那是一回事的 但為什麼他參數量少 少的原因 前面有說了嗎 他用1x1那個壓縮對不對 然後他多通道設計嘛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關鍵就是 你 通過多通道設計 然後之後用Connect 就是 把方向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就會省網路這個跟省參數啦 這個跟DanceNet省參數的原理是一樣的 可是InceptionModule討厭的地方是 他有時候要1x1有時候要3x3有時候要5x5是不是很煩 對不對啊你為什麼不要7x7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講不出一個邏輯 所以啊 InceptionNet Module他很討厭的地方就是充滿人為設計的痕跡啊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人家 那 後來人怎麼想 後來人就想說那 既然啊 既然 我們來看這個 既然分成4個通道 並且有1x1的卷積和壓縮 可以幫助我們節省參數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這邊1x1這邊3x3這邊5x5 改成 每一個都3x3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嘛對不對 我其實可以改成每個都3x3啊 這樣不是比較 一致嗎 對不對 那你說 真的有需要 中間有5x5的嗎 不用啊就兩個3x3疊起來 就變5x5了嘛 所以其實 不需要對不對 所以 全部都33其實也不錯 好所以那全部都33 那 模型就改成這個樣子來看著喔 原本是256d Dimension是256 就是 你 不管他多少都可以反正就是NxNx256 然後我們先經過一個 1x1 的 卷積和 但是Number Filter只有4 4聽起來壓縮的有點太誇張了對不對 可是問題這邊疊了好幾個這邊 Repeat 32次 所以他 Overall來講 Overall來講他其實 是128 因為這邊的每一個 他都吃前面的 256啊 所以這個 看起來是分開的其實沒有分開啦 其實他 只有壓縮一半而已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接著這個 1x1 1x1的4個這個參數我可不可以丟給一個 3x3的 卷積和去吃 這樣就是 通道1 通道2跟通道32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這樣子吃完之後 我再把他還原回256 因為我要加了我要把他加起來 所以我再把他還原回256 加起來之後再跟我的final output加起來 這樣 這個網路是不是比起前面這個 是不是就 看起來 規律多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這樣 這個網路啊 這個網路叫 Resnex 好就是 Resnet的下一版 就是Resnex 他們是這麼取名的 一樣是何看名做的 好不過你如果仔細看這個網路 你仔細看喔 你會發現 等一下 這邊 他是用加的對不對 加的不好啊 剛 那個 Inceptionnet是怎麼做的 是 跌起來的啊對不對 我們可以改成用跌的啊 跌的不是比較好嗎 對不對你把這裡改 從加法改成用跌的 你就這裡不要還原了 你就直接把他跌起來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對不對 跌起來了以後他是128嘛對不對 因為 你這邊 4x32總共是128嘛 128你再丟給一個 1x1的compulsion 把它還原回256 這樣兩個都可以相加啦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一個 跳到這裡應該是 蠻容易可以想到的吧 參數量也會變少 等一下你如果仔細看這個 他是 先1x1了以後 然後把它分成32份 分別卷積 3x3對不對 然後出去之後再把它 一起卷回 256 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 這跟這個 不是完全一樣嗎 grouper卷積是在做什麼 你竟然 一開始出來12之後 我把它分三份 然後三份分開卷積 那卷積完結果我再把它還原回12而已吧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本質上 這一個東西它本質上就是grouper compulsion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雖然 大家 知道就是 大家知道2012年的時候 lxnet首先使用grouper compulsion 當時為什麼要使用grouper 主要是因為 他那個網路太大了 對當時的顯示卡來講太大了 那個 RAM不夠 RAM不夠吃 所以他分兩個部分分開處理 現在雖然 顯示卡已經超級大 但是後來發現grouper卷積還是不錯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他就把 結果變成grouper卷積 然後他發現 performance是上升 我們來看這個研究結果 大家看這個結果 這是原始版resnet 然後他現在改成 原本是直接壓成64 64然後 3364然後再256 然後改成128128然後中間是32 grouper的數目32 依此類推 這兩個的prometer是幾乎一樣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 這個resnet跟resnet哪一個比較厲害 他既然都發了paper一定是resnet比較厲害 好 我們來看結果 1乘以64D 2乘以40D 一直到32乘以4D 32乘以4D就是我們這個標準版本的這樣可以吧 那 這個因為他希望 parameter數目是一樣的 所以 他為什麼 乘出來的數字會怪怪的是這個原因 好 大家看到了嗎 grouper數目越多 performance就越好對不對 Arror就越低 我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你如果能夠看出這篇paper 這篇paper 隱藏了什麼數據 我跟大家給一些提示 這篇paper現在結果看起來很棒對不對 對不對 有一件 事情 他做 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不好的結果蓋掉了 把好的結果留下來 給你看 你們講得出來 這邊paper把什麼不好的東西給蓋掉了嗎 你們就看這張圖就可以看出來了 給大家半分鐘的時間想一下 16 什麼 16 你說中間少了16是不是 對中間少了16 那他刪掉16有什麼意義嗎 看不出來 來來撿一下 你說16會更好 可是這兩個幾乎沒有差別 還有沒有更 還有沒有其他的16 自己的方向 大家再想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 好 沒有人想得出來 我們通常喔 我跟大家講件事喔 我們現在在看數字的時候 你如果 覺得他的data有問題 不要想內推的 內推的不會有問題 你要想外推的 就是 我們剛剛講結論是什麼 Goop越多 performance越好 今天 不管16的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趨勢 總體的人也還是在的嘛對不對 所以16結果不重要對不對 可是有什麼結果他沒有講 他能不能分得再更細啊 技術上沒有什麼不行的啊 技術上沒有不行 對不對他把 他現在這裡 把4改成1好不好 他把4個為一個那個單位嘛 改1好不好 那1 當然就不能只有32個channel啦 對不對 256個channel好了 好不好 那這樣 這樣照道理來講 他應該做這個實驗啊 好我告訴你 我希望就是大家以後看到pepper的數據啊 就是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懷疑他 注意一件事情他下的結論 內推的結論 不用 內推的數據沒做 這個不用特別去懷疑 但是外推很容易出事 而且我等一下 為什麼我跟你講就是 我跟你講當初做 當初 他發表到這裡的時候也沒有 也沒有幾個人看得出 他外推會出事啊 因為後面的研究才有發現 後面的人就繼續做就發現 等一下 最好performance就到此為止了 現在performance就變差了 好不好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我們看數據要下結論的時候啊 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些什麼data被人家蓋住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篇 的研究 人家做了 發現什麼事來就是 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 Grooper越多越準 那Grooper為什麼沒有到極限 很簡單 結果解釋不了 那為什麼結果解釋不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Google啊 Google他們看了這篇 Paper以後 我個人認為他們是 就是 反正就是這些頂級的團隊 大家都互操很嚴重 而且或者我們不要講互操啦 你做過的實驗基本上我也做過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哪些地方 你這個 哪些地方你這個 偷偷蓋住了什麼數據 人家可能大概也知道 那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個叫Exception Net 邏輯跟Resnex很像 就是把他 搞到極限 這樣懂我意思嗎 把他搞到極限就是 本來我這裡啊 還有4對不對 我直接把他變1 1就極限了嘛對不對 我 這邊56進來然後他如果是128那我就128個 我就分128個這邊是幾個我就分幾個 我把他搞到極限 把他搞到極限的話 這個 Performance照道理講 應該要上升啊 好所以Google就做了這個實驗 我們來看一下 Google做出來實驗發現了一件事情 你仔細看喔 就是 他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做這裡的時候我們現在都很 直接的省略說你做完Compulsion是不是要做飛行運轉換 飛行運轉換是會損失資訊 但是你如果同時有很多個東西做飛行運轉換 他 損失的資訊可能就會殘礙別的地方 我現在隨便舉個例子 飛行運轉換就是 可能會把一半東西去掉 你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有一個卷積合 然後 現在是在看人臉 他因為他要飛行運轉換所以他把一半的鼻子蓋掉 一半的嘴巴蓋掉一半的什麼都蓋掉 你用一半的嘴巴一半的耳朵一半的什麼 你勉強可以拼得出一個人臉 可是如果你一次就只給他看一半的嘴巴 我這可能就什麼都看不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可能就很容易看錯 所以啊 這個 就是你在 做 reliu這件事情 他是一定要做的 他會造成資訊的損失這件事情可能很少人注意到 Google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如果 你照原來的那種設計方法的話 這樣做performance會降低 什麼意思就是Google把告訴我們說 你在這邊往下做 這個performance arrow就會上升了 下面那些他沒有讓你看到就是 arrow上升的 那Google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Google直接把飛線性 轉換拿掉 飛線性轉換可以拿掉嗎 飛線性轉換可以拿掉嗎大家覺得 好像不行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現在跳了太多了所以大家會覺得好像不行 我們現在來想一件事情就好了 好我們現在仔細看這個 好大家說 兩個三乘三 三等於一個5乘五對不對 請問一下兩個三乘三的 總參數是多少 3乘三兩個嘛 那就18對不對 一個5乘五是多少 25 18怎麼可能 取代 25 不可能 不可能 25的範圍一定包含18對不對 18能夠呈現的東西 一定 就是 一定比那個25來的少 這個可以接受嗎 那我要告訴你的是 兩個 兩個三乘三 那本身就是一個飛線性轉換 就是 Group Convolution 你如果仔細去看他的結構 再加上他是有堆疊 他本來就不能表達成矩正的懲罰 因為 Convolution在做的時候 他有做一個 Shap的轉換 就是 雖然Convolution跟ForyConnected非常像 可是一個是有做Shap的轉換 一個是沒有做Shap的轉換 有做Shap的轉換 本身就是一個飛線性運算 如果他夠不規律的話 所以說沒有飛線性轉換 在這裡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這只是個小突破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是說 就是 這個 這個關鍵 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 因為你如果想要節省參數的話 最省參數的狀況下 就是group的數目 等於 number of channel 因為你想想看你在這裡 這樣的參數要多少 對於每一張圖他都要看前面12張圖 所以12 乘6 對吧 那對這裡來講 4 乘2 乘3 這個數目是不是比他少得多 所以你想要省參數省到極限 你一定就是把group的數目 弄到最多這最省參數 那 所以這篇paper他想要告訴我們事情是什麼 你如果想要省參數你想要用到 極限的group的數目完全的你通到 數目的狀況 這個叫debwise 的convolution 這樣的話你不能用非線性轉換 那這樣你就會得到比較好的performance 因為這樣你才能進一步壓縮網路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 來 這一篇 這一篇paper叫mobile net 這mobile就是 可移動的嘛基本上就是小網路 這個mobile net 這個 他就有提到這邊這個部分 他說如果你 你的output dimension如果是二 二維的話他對input 他壓縮損失掉的資訊就太多了 如果是30維的話他的 幾乎就可以還原 他這邊想講什麼意思就是我們以往啊 我們的convolution 我們一乘一的convolution都是壓縮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256 壓縮完變128 128再丟給33然後再出來256還原回去加起來嘛對不對 他說如果你想要用 那個debwiseconvolution的話 你需要 用 擴增你反而需要去expand 他的維度原來是24你現在應該變成144 然後你debwise之後 接著再把他還原回來再累加起來 這篇paper最重要要提出來的就是這個 那反正我跟你們講現在會跟你們講這篇paper他的performance一定都提高了 所以說 而且參數量變少了 performance提高了 所以這就是這篇paper所解決的問題 還有一個輕量級網路的架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還可以進一步結論參數 我們以往在做group convolution的時候 這裡跟這裡跟這裡他們分了三個group對不對 他們參數是不是彼此不互相共享 我紅色的 我紅色的 就看不到綠色的對不對 紅色就看不到藍色對不對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啊你可以 到了這裡之後你再把他切三等份 然後你把他打散 打散了之後那現在下面的這個卷機盒是不是就看得到 上面所有的資訊 一部分的 可是 因為 這個卷機 這個你剛剛打散的這三個啊 他本來就是卷了全部的啊 你那種我們就在夾這邊121212 卷到下來之後這邊的4 也包含了前面12的訊息啊 因為他是這樣內積下來的啊 這邊的每一層都是內積下來的喔 所以這裡的每一個 每一個 future map 那個future map 都包含了前面所有的訊息 你在這裡把他打散 這個就包含了前面全部的訊息 那你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包含前面全部的訊息 那這樣子就代表你可以grouper裡面再做grouper 這叫shuffle net 他的概念就是在這裡把他做一個混合 好 這些概念喔就是大家大概了解就好了 就是以後你看到有一些什麼shuffle net 或什麼你不要覺得他太陌生 對不對 他的概念就是去進一步的壓縮他的網路的參數 不過大家注意一點就是 反正我剛才已經強調了在醫學上面 我覺得網路的大小不是重的 只要 1月買得起的 你不要說搞個什麼TRAP GTT 那個什麼要 幾百顆GPU一起運算啊這個醫院買不起 對不對 幾顆GPU 能夠做的model 這1月買得起的 那點速度不算什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這些網路你大概了解就好 好我們要進入今天最後一個部分了 就是 我們今天大概花很多時間了 就是去介紹就是網路的這個架構 到底要怎麼設計 那我們現在來給大家 就是來給大家看最後一個 我今天要講一個小概念 就是 我們 如果 model 可以看圖 然後知道說這個人有病這個人沒病 他除了給出我們最終預測以外 我們還有可能關心一件事情 他憑什麼覺得 這是有病的 他到底要看哪裡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我們在學 學東西的時候 不可能那個 今天 跟你說 這張心電圖是 TAMI的心電圖 然後 老師就跟你說這三張是 這三張不是 這樣你看得出來才有鬼對不對 對 至少如果有個人可以告訴你說 你看這裡那是不是很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現在的網路 要怎麼樣讓人知道我要看哪裡 大家仔細看 大家仔細想一下我們的最後一層 網路的最後一層 他是不是每一個 Future map 他是不是可以對應回原始的 圖片的某一個地方 因為我是一路這樣卷積上來的 所以網路的這裡是不是可以對應左上方 中間是不是可以對應中間 下方是不是可以對應下方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最後一層的Future map 他跟 前面的那個位置是有關聯性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我最後是怎麼去計算他的權重類的 我就是把這一些權重 把他全部pooling在一起 pooling通常是用什麼平均啊之類的手段 pooling在一起 那pooling在一起以後啊 這個 就乘上某些權重 然後最後就有一些答案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把這個權重回去 乘到 每一張圖的話 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W1 W1就是第一張Future map的權重 乘上 第一張Future map 加上 W2乘上第二張Future map 最後 乘出來的結果 數字大的 應該就是那個 物體在的位置 如果你聽不太懂我在講什麼沒有關係 我們做實驗就好了 好 一樣 你把你的resnet model把它抓出來 這邊我希望大家跟著做喔 就是 這邊沒有練習題 可是我希望大家跟著做 這個是第七課 怎麼搞的啊 這什麼東西啊 靠 哎呀我現在不能用 你們可以用嗎 你們可以讀 哎呀 哎呀 好沒關係啦 算了那我跟大家講 大家自己做實驗好了 就是 這個你要預測出這隻 是大白砂很簡單嘛對不對 就請你 試著把 最後一層倒數 這一層的Radio output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 你知道他的權重是FC1 weight嗎對不對 這是最後一層升的 那個最後一層的那個權重 你把FC1 out 去乘上 這個Radio 1 output 大概乘法 乘的過程是這個樣子啦就是 你就 你就用這個 CAM CAM map 你就把它乘起來嘛 乘起來以後 你來看一下 你可以換圖 我鼓勵大家換圖好不好 換圖了以後你看看他紅色的地方 抓到東西是不是就那個東西本人 就是 覺得說你可以把東西換汽車啊 那個汽車最好在不一樣的地方 你不要都在中間 對不對 都在旁邊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個 這個模型有個缺點了 他只能夠有一個東西 你不能說 汽車有五個東西 你這張圖上面有五個汽車 那這樣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 Object Detection model我還沒教 這是Classification model Classification model是根據這張圖 我要說這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說這是五台汽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可以試著找那些 特別找那種 就是那個圖啊 那個東西不是在正中間的 最好是有點偏的 你看他有沒有辦法抓出來那個 紅色的地方有沒有辦法抓出來那個地方在哪裡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好 那就 大概就這個樣子啊 大家可以換一下這個色階什麼的 那 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可是最後我希望大家 練習一下好不好 就是最後這個東西 換一些圖試一下 你就了解說原來 model 是可以 visualization的 model logic 可以 visualization 好 那就先這個樣子那我再 看大家做的狀況怎麼樣 怎麼樣啊 對